一百多年前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出现 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巴黎公社的出现 到苏联 中共等共产党政权的建立 共产主义思潮曾泛滥意识 人类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共产极权制 与民主自由制两大决然对立的阵营 一百多年的历史显示 共产红朝所到之处 伴随着战乱 饥荒 屠杀和恐怖 共产运动重创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 造成了一亿人的非正常死亡 更多人遭受肉体精神的苦难 人间天堂的假说将十几亿人带入了人间地狱 其对信仰的迫害 对道德价值的摧毁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造成了恶劣而深远的影响 在共产主义逐渐瓦解的今天 仍有不少人对此种学说抱有幻想 甚至有人抵制它的消亡 共产主义思潮在自由社会中仍以不同方式出现 因此 辨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杜绝共产思潮之祸害 对所有国家和个人都至关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